我们接着来讲寒热辩证 我们开始学辩证了 我想在这里边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辩子是辨别的意思 千万在中间不要写一个言 就是它的正规的写法是一点一撇 所以也有人写成这个辩 这是一个错别字 所以我们学中医的人特别忌讳这个字 当然我们说讲辩证辩证 经常有人写成了中间的是个言 因为言是代表啥 用嘴在那说 我们这不用嘴说的 是来分析和辩析的 所以说辨别的辩是一点一撇 注意这个字的正规的书写方式 不要写成错别字了 免得引起笑话 寒热辩证 所以寒热辩证实际上是来进行一些病性的疾病的 主要是对疾病的性质 这个主要是来变啥呢 变疾病的性质 那疾病的性质上无非就是个啥呢 寒和热 咱这是变的啥呢 变的是正 不是变的是像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注意一下是变的是正 不是变的是像 那么所谓的是说 讲到寒热辩证 里边辩证里边有病邪 病邪 大家首先要注意 病邪啊 应该说有阳邪 和啥呢 阴邪之分 所以说阳邪呢 你比如说热邪 鼠邪 这所以啥邪呢 所以阳邪 那么寒邪 湿邪 这是属于啥呢 属于这个阴邪 这是病邪 另外呢和正气 正气里边有啥呢 有阳气 和 有阳气和阴液之分 就是在正气里边呢 有阳气和阴液 所以说呢 讲到的阳邪治病 注意一下 这个阳邪之病 阳邪导致病 一般导致的症 都是啥症呢 热 都是导致的 这个热症 所以阳气偏盛 阴液 这个 受伤 那么在于这个阴液里边呢 出现了阴液亏损 所以说阳气导致病都是热 如果说阴邪导致病的话 一般来说导致的是寒 如果说正气旺盛 正气旺盛的话 那么导致啥症呢 正气旺盛它是导致的 正气就是阳气 旺盛是热症 如果说阳气呢 阳气旺 应该说是热 那阳气虚的话呢 那就可以导致啥呢 寒 这个阴液呀 我们说当你的阴液不足 阴液不足的话呢 那可以导致啥呢 可以导致 也可以导致这个热 可以导致这个热症呢 就是讲到的寒相和热相 寒症和热症 所以说阴邪导致机体 是阴邪偏胜 阳气虚弱的话 可以导致阴寒内胜 在这句话里边呢 就是说明啥呢 热症 有热症和寒症之分 表示了人体的阴阳 偏胜偏衰的具体的情况 和人体的正气 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呢 我们说来注意一下 学习过程中 注意一下寒相和热相 这个寒相呢 就是怕热相的话 所以说是这个怕热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寒症 寒症不等于寒相 热症不等于热相 这个症是啥呢 症是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病理性概括 叫着这个症了 所以说寒相和热相 寒症和热症 是有区别的 但是呢 又有联系的 又有联系 但是不可以把它化为这个等号 那为啥要区分开来呢 我们在临床上要注意寒症 寒症热之热者 寒症的话 出现的叫注意寒症热之热者 寒之 主要是为了确定它的脂肪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寒症 下面我们看一下寒症 那么什么叫寒症 什么叫寒症呢 是感受了寒邪 就我们说这里边 邪里边有啥呢 有阴邪 就是感受了这个寒 感受了阴邪 就是感受的是寒邪 或者说 一个是 感受寒邪 或者说是 所以啥呢 阳虚阴盛 不是除了不感受寒邪 还有出现了 阳虚 阳虚的阴气叫什么 阴气叫声 而引起来的 机体功能状态 医治 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出现啥呢 机体功能活动 出现医治状态 而表现出来的寒和冷 这些症状的特点者 就是 由于感受寒邪 或者说阳虚阴盛 引起 或者 引起 机体 引起机体活动 受到了 医治 表现的 表现的是啥呢 冷 凉 凉呀 这些 凉啊 冷呀 这些症状 我们把它称之为啥呢 把它称之为寒症 所以说 它的临床表现 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的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的寒相 你想这些病人啊 主要表现出 主要表现出 怕冷 有胃痒 有乌痒 就是出现 因为它怕冷嘛 因为阳气不足 所以说表现出 怕冷 而且还出现啥呢 滋冷 怕冷 手脚是凉的 滋冷 全卧 睡觉以后 卷起来 就是它卷起来 为啥说全卧 保护阳气 因为它阳气 不能打鱼丝磨 另外呢 它的分泌物 注意一下 它的分泌物都是清晰的 痰呀 鼻涕呀 这些呢 在它的分泌物当中呢 痰涕 咸 是清晰的 小便是清肠的 大便是啥的 汤膜的 由于阳气不俗 阳气不能起到温馨的作用 面色是白的 面色是白 另外呢 蛇是淡的 蛇淡 胎白耳润 脉象是主 陈池 脉象是陈池 或者说旋池的 脉象是旋 主要的出现的脉象是啥呢 池脉 脉象跳的麻 意味跳的慢 因为它是一种啥呢 它是一种寒 这是一种寒 它是 这就是我们讲到了 寒症的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的原因 再来分析 一次刚才说感受的寒险 感受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跟说 现在有人说 叫我给他调 调这个挫疮 我不太愿意用 大量的寒凉药 因为大量的寒凉药 就是临床往往出现 那些过敷寒凉 而导致本身是个洋热体质 最后导致一个虚寒症出现 所以过敷寒凉的药 而引起来的这种疾病 所以说寒里边又有啥呢 在这里边寒症里边有 我们来分析 寒症里边有 有食寒 还注意一下 有 有虚寒 咱们这里边要辨别一下 如果说此次 你吃了凉东西了 或者说过敷寒凉药 而引起来的 起病足身体强壮 这种寒大多数是食寒 还有一些人呢 像现在到了夏天了 到建了个空调车就怕了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 往往都叫着啥呢 怕冷呀 有人穿的衣服就比较多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 是内伤酒病 阳气虚弱 而导致的 是一种啥症呢 是一种虚寒症 就是寒里边有虚寒 和这个食寒 这个质分 另外呢 如果说呢 是外邪清晰 外邪清晰 咱穿的衣服少了感冒了 那么又有 寒里边 注意表寒 和 表寒和 里寒之分 就是有表寒 还有里寒 我们在这都要把它 这个辨别清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感受 一个是啥呢 阳虚 一个和阳气 虚弱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了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寒症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热症 就是说 什么叫做热症 所谓的热症 刚才说寒症是感受寒邪 热症呢 热症呢 是感受了 热邪 感受的 熟热症 而引起来的啥呢 或者说 由于脏腑的 阳气抗盛 就是各个脏腑的 就是这句话 大家怎么理解 就跟我们常说的 上祸了 赶祸汪 危祸汪 醒祸汪 就是上火的 而表现出来的 脏腑阳气抗盛 或者也有可能出现的 阴虚阳抗 阴虚以后导致的 阳热抗盛 那么导致的啥呢 而引起来的 引起来的脏腑 或者说引起来的脏腑 机能 它的活动 表现出一个啥呢 抗劲 或者说我们叫做 亢奋 前面是一致 这个是表现出一个啥呢 抗劲 或者说表现出亢奋 而表现出来的是症状 是啥呢 表现 它这块是冷 凉和冷 这表现出来的是啥呢 温和热 表现出温热症状的特点 我们把它叫这 这是叫做热症 就我在这里边 一是感受了热血 二是由于脏腑阳气抗盛 三是由于应许阳抗 引起来的脏腑功能 活动抗劲 表现出来的温热症 为特点的 那么这是叫做热症 这是叫做热症 但是热症呢 刚才我们说 寒症是怕冷 热症就死伤了 发烧 就是表现出发烧 或者说口渴 洗冷饮 口渴 面痴 就是出现了面痴 烦躁不宁 病人出现 烦 因为热嘛 躁热抗劲 咳嗽 痰多 痰黄粘稠 也就是说痰涕 是黄稠的 小便是短黄的 问他的二便 小便是短黄的 大便是干切的 舌头是红的 舌鞋 伤好经验 可以出现舌红扫经 舌胎 黄 舌胎是黄 因为热容易伤了经 舌胎是黄造的 脉象是啥呢 脉象肯定是缩慢 因为它和寒症来进行对比 寒症的这个脉象 寒症的脉象是跳得慢 那么热症的脉象呢 肯定就是跳得是快 因为在这里边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热症啊 它除了热 注意一下这里边有容易 实际上说在这块里边 它容易易伤 容易伤阴液 所以容易导致 伤好阴液的这种情况 这是我们说到的 寒和热的 它的这个表现 下面呢 我们通过这个表 来把寒热 来进行鉴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寒症和热症的鉴别要点 那么在鉴别要点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鉴别要点 从寒热 洗雾上 这一方面来看 如果说是寒症 如果是寒症 物寒 喜欢 喜欢是啥呢 温热的 如果是热症 它是物热 洗凉 你看 一个是洗凉 一个是洗温 洗凉的肯定是热症 洗温的肯定是寒症 这是看到寒热的洗物 再来看四肢 四肢是凉的 那是寒症 如果说四肢发热 那么属于热症 再来看它的口渴的情况 如果说口不渴 那是寒症 因为为啥说呢 口渴的程度 口渴了说明伤了精液了 如果说没有伤精 也可以说精液不得疏不 所以口不渴 伤了精液 口渴 注意这个词 口渴的是啥呢 冷饮 你看这是 口渴的是冷饮的 这个状态了 再来看它的面色 如果说是寒症 脸色不会出现赤色 脸色是发白 因为寒了以后呢 气血流通不畅 所以说面色发白 血的热则行 所以说对于热症 我们在前面讲过望枕的时候 望面色的时候 面色肯定是啥呢 面色赤 或者说叫面色红 再来看它的二变 二变方面 大变呢 因为是寒 大变是汤的 吸的 那么热症的话 大变是肝的 肝结 几天不大变 或者说大变成 阳死大转 这是热症 小变方面 寒症的分泌物是清肠的 所以小变是清肠 热症 小变是短的黄的 颜色加重 你看 不是把我们前面讲到的 望闻问切的四变的内容 都收集到这里边 我们看舌头 看舌的望枕里边 因为它是寒 舌淡 胎 白润 导致精液 不能得一苏不 所以说胎是白润 那么是热症的话 我们再通过望枕的望舌相 舌红 胎 黄造 我想说胎黄 黄死主热 造次说明热邪伤机 那么在脉象方面 这我们讲到 这是要切脉的话 脉象是持脉 或者说是啥呢 紧脉 跳得壮如 这个牵绳钻锁一样 是紧脉 持是一息不足四次 跳的是脉 也就是说一分钟少于六十次 叫持脉 缩脉 一分钟超过了九十次以上的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塑脉 就是一息五到六指的 脉跳的是快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把前面望文 你看这都是通过望文问切 你想寒热喜温 这是问出来的 那么四肢呢 那么四肢呢 你也可以说按诊 我们按出来的 也可以说你问诊 问出来的 口渴是问出来的 面色是望诊 望出来的 二变 我们这是干啥呢 二变 也可能是你是 这个望诊 也可能你是干啥呢 问诊 问出来 舌相 是望诊 出来的 切脉 是 切诊 切出来的 所以说把四肢收集来的资料 你看 我们把这些症状 终集到 整理到在一起 把它归纳以后 它是属于啥症 属于寒症 把乌寒洗热 那么四肢发热 口渴洗凉 饮面色发质 大便 干节 小便 大航 舌红胎 黄灶 慢像素 这些的症状 综合在一起 把它归纳分析 是属于个热症 这是我们说谈到的 热和寒 那你说辨别这个热和寒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一句话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就是寒症的话 我们一定要选用温热药 那么热症的话 你就要选用寒良药来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说要进行这个鉴别的 在后面呢 还要注意一个 寒症和热症的真假辨别 注意一下 寒症和热症啊 它出现了真和假的 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些呢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在临床上呢 我们还可以出现一些假的情况 所谓假的情况 大家来看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一个是叫做真热假寒症 真正的是热 那么又出现了 假寒 还可以出现一些 真的是寒 而出现的是假热症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真的呀 真实的 假是一种假的现象 那么真的是 讲到它的本 寒呢 是一种假象 这叫做真寒 这个假热症 真寒假热症 就是出现了 出现了寒相 刚才我们在这里边 为啥要把寒相和热相要去 那你说手脚发量都是啥呢 手脚发量是寒症的还是这个寒相的 可能这样子说 手脚发量是个寒的现象 你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个啥呢 就是个寒症 是这个意思 所以出现了这些 它的本质啊 是一个真热 但是呢 也就是说出现了现象呢 手脚发量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热疾似寒 当你热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而表现出 好像似乎是 似乎是一种寒的现象 你想如果说像一些病人高烧 理热直胜 而表现为胸腑是热的 胸腑这个熟热 神志不清 神魂眨雨 又出现了口渴 口息粗糙 这气粗又抽 何其冷饮 但是出现了一个 啥现象呢 小便短翅呀 大便 这个肝结呀 舌红胎黄肝呀 脉相有力呀 这一些症状 都是热相 就是病人出现了 就是病人出现了胸腑反热 神志不清 手脚又热 大便干节 小便短黄 蛇红台黄 脉相黄躁 那么又出现了这个 脉相又有力 那这些都是真热的现象 但是病人似乎又出现了个啥呢 四肢不问 这时候呢又表现出了 好像出现了四肢绝腻 这个四肢绝腻的这个现象 那么是一种寒相 这是寒相 所以说呢 主要的出现了四肢不问的 它的原因 是阳气淤沃 记住这话 阳气淤沃 阳气不能达于四肢 就跟有的时候说 那块公交车 你还都按个发呢 那块堵住了 车过不来 不是公交公司的车少 是那块路堵住了 当阳气预解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 阳气不通了 表现出 表现出手足不温 或者说四肢绝腻 但是有一句话 冷不过肘不过气 就是它的这个四肢的冷啊 不过肘不过气 就是不过肘关节 不过啥呢 这个气关节 也就是在末梢的部位 在你四肢的末梢的部位 出现了不温热的现象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一种 这个手脚不温 实际上就叫着 假象 实际上是一种假象 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 也叫着热声 绝也生 这有时候我们在灵场碰到的像一些中毒性休克的病啊 中毒性休克了 引起高烧呀 神志不轻呀 等等了 胸腹 但是有一点啊 这些人肯定是胸腹熟热 舌红台黄 脉象 悬而有力的 那么出现了四肢啊 这个发凉子 是一种假的现象 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了 治疗的时候呢 也应该说前面讲过的有个治法叫着什么呢 叫着热阴热用 寒阴寒用 就是因为这个热阴呢 就是因为热症 我们还要继续什么 热阴热用 要选用一些轻热的药来进行治疗 这是假的现象 我想在这说啊 这个真假的现象呢 这个出现 往往是疾病比较重 或者说有的时候错综复杂的病人的状态下 才能出现一些这个假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真寒假热 就是真正的是寒症 这个真寒呢 我们前面在这讲过 这个寒呢 寒症的形成 主要是由于阳气的衰微 当你真正的寒真阳衰微 阴寒内盛 那么出现阁阳症 这种情况叫做隔阳症 或者说也把它叫做一种 带阳症 把它叫隔阳症 或者说叫做带阳症 出现了这种假的现象 假热 像有的人说 面色如妆 但是这个像面翅 面翅这个妆啊 是一种淡红色的 而且这个红呢 只是在两个颧骨 如果我们前面讲过的 真正的面色的这个 真正的热症的话 人家满脸是瞳孔的 满脸是瞳孔 这只是一种局部的 但是一看到想喝水呢 运速不欲咽 病人想喝 但是又咽不下去 而表现出这种 假热的现象 就我说 这时这样是出现了一种 隔阳症 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出现的 带阳症 也把它叫做虚阳上浮 叫做虚阳上浮 我们再讲到脉象里边的 像这个散脉 散脉的时候 浮脉下面有散脉 像出现这些情况下 它可以出现一些 真寒假热 所谓的这个真寒假热呢 就是由于阳气虚衰 阴寒内胜的人 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他的这个症状 是四肢绝腻 你想下粒轻骨 卖来无力 但是刚才说 又出现了全红 面色 面红如妆 那么这些假象的话 那么这是所以种 这个真寒假热 所以说真寒假热 我们还是要真正的 要干啥呢 补阳气去 你不要被这个假热的现象 哎呀 所迷惑了 真正要补阳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给它真正的 要清热 所以说 它的本 本呢是一个真寒 是一个真正的阳气衰微 比如说我们选用腹脂呀 干浆呀 肉贵呀等等 这些要呢 来进行这个治疗的 这是我们在辨证的时候 注意辨一下 这个寒症的和热症的 它的这个真假的现象 我们说在鉴别的时候呢 你看有的人啊 表现出来的这个热症 这个假热的现象 尤其是假热 假热呢 表现出四肢绝冷 这个假热 但是四肢绝冷 它肯定是胸腹繁热 喜欢接掉它的这个衣备 如果说阴寒内圣的人呢 他往往的是身体全卧 愈加衣备 他喜欢加衣服 看着是热呢 他还不停地加衣服 这就是一种假象 这是我们讲到的 寒热的辩证 就和大家呢 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